吉安湘慈云山是花莲县重要的殡葬火化场馆 但周边的木植栏杆受到岁月的洗礼 已经是部分出现紧携以及毁损的行形 影响到民众的使用安全 所以吉安湘公所特别来向县政府争取预算 从11月中旬开始施作火化厂周围的栏杆优化工程 慈云山生命礼仪园区早期围栏大多为木植结构 但山区潮湿多余容易腐烂损毁造成松动 为了维护民众的使用安全 吉安湘公所特别向县政府争取预算 从11月中旬开始要打造全新全长为239公尺的水泥护栏 慈云山生命礼仪承载区北区六厢镇的一个工作 因此安全的维护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进行了周边所有的防护栏杆 要来做优化美化 更要带来更具体的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个防护 谢谢县政府的合备以及议员款的挹注 在其中有我们徐学义副议长以及吴东升吴建志和曾经副议员 以及阳华美议员带来的工程的一个执行经费 我们相信乡镇的建设更多元的一个考量 最具体的安全维护为先 所以在慈云山上我们希望能够缔造年年最优化 最优等的这样的好成绩以外 更带来安全世纪的建设在其中 这项工程预计需要120个日立天就能完成 减香公所团队致力于全面提升优质殡葬园区环境 以及提升更尊荣的礼仪服务 近期先后进行园区设备更新工程 也为土地宫换上新衣 希望能圆满仙人 神明最后一礼路来持续精进 记者许丽琴 简安相报导